i think i'm stuck in a new room 其实一切都如故 只要彼此都爱拥有 嗨 大家好久不见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录视频了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我主要是想要来分享一下 我最近购买的秋冬生活的一些 好物 最近物价飞涨嘛 所以现在实惠价质量好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有心情的话 接下来我们一起接着看影片吧 首先第一件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长袖 威高领的打底衫 这一件呢 我是在新银上面购买的 它单价一件呢 是涉及到 我还买了一件黑色 这一件棕色 就是可以拿来穿一些 大衣啊什么的 就比较大 因为是秋冬嘛 就是还是需要一点点 这种秋季的色彩 那这一件黑色呢 它就会比较白大一点 你套在hoodie里面呢 或者是你单穿都是非常非常OK的 那这一件的话 现在只有十几岛 但是我觉得它还算是 比较厚实的那种打底衫 但打底衫一般来讲 都不会太好 不让它看起来会很用重 因为它是比较贴身的嘛 这一件它也是属于贴身的 那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质量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一个质量 它可能微微有点痛 又把它撑起来 把它这样长了一下 但其实如果你就直接这样看 包括你看我上上穿的这一件 它其实就也没有很透 唯一不好就是黑色 它会比较沾帽 就是如果你家流洋小宠物的话 就像我这样 就会沾帽 反正黑色的衣服 就是它的通病对吧 就是这么打底衫来上班 穿非常的合适 就是在里面 外面穿一件西装外套呀 什么的 都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OK那第二件东西呢 我想分享的是 我的头发 对没错它是假的 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短发 所以我的头发是短的 但是女人们啊 就是有时候 长发的时候想短发 短发的时候想长发嘛 对不对 我都是心痒痒 然后我就刷新 这一件啊对 这个也是在新衣上面买的 啊 加上帅也有十来到的样子吧 我觉得倒是想就是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就十刀而已 买了把一碗 但是你们看到 它的质量哦 就是蛮像真的头发的 就是我现在头发发色是 这种自然黑嘛 所以然后我买的这个假发呢 它的颜色也是这种黑的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就是很像真的头发 但是其实它是那种塑料做的 它就是一个毛尾这样子 它上面有一个抓甲 然后你就把你的头发 收一个高毛尾 然后给它这样 加上去就好了 这个很自然 我觉得很自然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比较的重 而且我本身 我的发量也算是 比较多的那一种 本身自己的头发就比较重 然后这个也很重 所以它戴久了之后 它会往下掉 就是往下沉 所以我在这个 我自己的头发下面呢 有自己绑一绑 再加一个黑色的卡子 就是给它支撑起来 这样的话它就会 不会掉的那么快 但是总体来讲 就是石头的东西 它能做成这样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了 真的 满足一下 我想要有长 马尾的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觉得它也是 很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你在穿这种 高领的衣服的时候 你把头发 稍稍这样扎起来 它会 有一个非常非常精神的 一个状态 所以 我很推荐买这个 OK 那么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时尚的镜头 Costco的 Hoodie 这一件Hoodie 其实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打算买的 我觉得 就是还没有轮到穿Costco 衣服的时候吧 但是 看到实物之后 真的觉得它很好看 而且这一件 这个size 我也是好不容易买到的 灰色 它有一件灰色的 已经就是 我附近的Costco 已经没有了 还是剩下黑色 而且黑色 都剩的是比较大码的 什么extra large之类的 我就一直没有买到 然后终于买到了 属于我自己的号 我买到 买的是small no extra small no for ladies is small 它是小号的 但是 我应该 就我这种 是很高提 就我应该穿extra small 比较合适 它对我来讲 它稍稍大了 那么一丢丢 但是 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然后它细节 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喜欢 它袖子上 它有做这样的一个 小标 我觉得这个设计 就是很细节 很不错 当然一样的问题 黑色的 它容易沾毛 沾小动物的毛毛 这也是比较 困扰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这件衣服 它里面是 加绒的 就是它很暖和 穿上特别的暖和 而且黑色嘛 其实也挺百搭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件 也是很值得 购入的 OK 下面一件呢 第四样东西 我准备分享的是 一件 这样的 它不能算 Hoodie吧 可能算Sweatshirt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这一件呢 我也是 是在 新衣上面买的 这一件 真的是 让我觉得特别的惊喜 我没有想到 它很舒服 很热乎 它是 新衣上面 一个比较火的 一个牌子吧 叫Daisy 这一件 它打了折 也就花了二十几刀 第一款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它有红色 褐色 黑色 什么浅蓝色 白色 然后这是一件 米白色的 就是很多颜色 让你选 这一件呢 它是这种 类似于 羊羔绒的 就是羊羔毛的 这种 材质 它里面 就是是这样子的 它非常的热乎 我同志们 就是 我去上班 然后 我的office 就是非常的冷 就是开了暖气 都非常的冷 我平时 如果单穿一件 这种打底扇的话 真的会总到 想要下班回家 但是这一件 传让它 超级热乎 就是 甚至有时候 下午 太阳照自然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很热 anyways 就是它真的 非常柔和 这张非常的好 非常的厚 是 也非常的 百大好看 就这样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一件 它 非常的 非常的 无丑 索之吻 很想要下次 在虚拟上面 再买一件 另外的颜色 对 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给你的男朋友 我穿轻女装的话 就是第二件买大 很大级码的好就OK了 我这也非常适合当轻女装 就是表现这个版型 它也比较适合男生 它这个肩也蛮宽的 对 然后这个上面是一只小兔子 就是还 仍然是肚年 还可以穿一下小兔子 OK 这支视频 最后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是 来自 如此的 一个帽子 还有手套 一对手套 这个帽子 就是它 它这个系列 非常的舒服 就是这个材质 非常的舒服 你们能想象吗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然后 能摸到这样的材质 真的会觉得 这个冬天特别的温暖 特别的舒服 当时我走进数次的时候 我都是在去看帽子嘛 因为我本人 非常喜欢戴帽子 冬天真的很保暖 你出去 它会遮住你的耳朵 会遮住你的脑袋 然后让你的脑袋 特别的暖和 不被风吹 因为这边有时候 冬天风太大了 吹得你脑袋 嗡嗡疼 所以我非常想戴帽子 而戴帽子呢 一个好的帽子 好的版型 它会修饰你的领形 而且像我现在戴牙套嘛 特别是有压套脸的 那个阶段 这边就是会凹陷 现在其实还留在有一点 它戴个帽子呢 它会非常非常修饰你的脸型 就是很好看 它这个颜色呢 也是非常好看 它是一种紫色 加了一点点白色在里面 就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帽子我还没有戴过 以前还没有戴 但是 这个手套我戴过 这个手套它不是分纸的手套 它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软糯 同志们 它就很软糯 这个质量 然后它非常的滑 非常的柔软 然后它又很厚实 很暖和 它就可以 它可以遮住你的手套 然后你穿 预约外套的时候 那个袖子 就可以把这里包裹住 这样的话 你整个手到手臂 都是被很好的 遮盖住的 就不会很冷 因为像我冬天要遛狗 那个手拿着那个绳子 在外面 真的很冰 很冻 那有了它之后呢 就会觉得 哇 冬天遛狗也很享受 因为它又很舒服 就这种画画的 而且它这里 也有它自己的小标 就是你要是觉得 这个手套 你觉得它这里有点长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 捲起来 戴也是OK的 这样捲起来就OK了 就没有那么长 你这样摘取的话 也会比较的方便 在加拿大 这个冬天真的是 必备的舒适单品 而且这个系列 它有很多的颜色 它除了紫色以外 它还有那种 米白米黄色 就是类似于那种颜色的 它还有绿色 有黄色 反正还有别的颜色 大家可以去它们的官网上面 去搜一下 应该还没有下架了 如果我能找到link 我会把link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 Anyways 就是 这个 这一套是我真的很喜欢的单品 好啦 今天我想分享 都已经分享完啦 主要是我分享的是一些 我最近特别近购买的一些衣物 就是 现在还能买得到的东西 因为 它有一些别的东西我购入 但是它们现在已经没有卖了 所以我 就是 但是就不分享 但是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去找 同款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们 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可以收藏 点赞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别的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 告诉我啊 我会 试着都去 拍一种 我会试着去多拍一点 这系列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那 OK 这期视频就像这样子啦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